美国百万粉丝cosplay网红竟把目的当景点拍照打卡 行为奇葩人品恶劣残忍杀害自己的好友 事后仍旧能够发视频吸粉 网友直呼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脏 那么这个网红是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何杀人后他还能安然无事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故事 23岁的玛丽是美国的一名女网红 从2016年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装扮的电影 动漫人物角色视频或是照片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cosplay 视频或照片中大多都是她还原角色的经典姿势或是造型 因为还原程度非常高 以及她甜美性感的模样 逐渐收获网友的喜爱和关注 这也让她在cos圈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人颂称号雪诺女王 她本人也十分认同这个美称 还曾一度将此作为自己的账号名称 直到如今她已经是一个拥有160多万粉丝的网红 收获的点赞量更是前往级别的 粉丝增多之后 她也会在自己的账号上分享一些装扮角色的妆容教程 或是跳跳舞等等 如果不出意外 照此以往 这样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人气网红 以后靠着拍视频赚钱 绝对也可以一事无忧 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各行各业都需要互联网新媒体 玛丽绝对是前途一片大豪 但人们逐渐发现 这样一个受众人追捧 光鲜亮丽的网红面具之下 却隐藏着一颗拙烈的面孔 一次 玛丽在网上发起了一次募捐的活动 称自己养的猫生了重病 要给猫咪治病 岂不说她一个百万网红 怎么会没钱给猫治病 在骗取了粉丝的同情心之后 她居然拿着募捐而来的钱吃喝玩了 所作所为毫无廉耻之心 表现的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不过事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 愤怒的网友们在网上直接揭穿了她的谎言 称她以为宠物治病的摇头而募捐 其实就是在骗粉丝的钱 有了解或者关注过COS圈的大概都知道 通常会有线下活动交流见面 一般这种时候 所有参与者都会穿着COS装到现场 这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在活动现场 见到COS圈的大神或是很出名的COS 同时也算是一个年轻人交朋友相互认识的机会 玛丽自然也不例外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然而当很多粉丝在线下活动见到玛丽时 她本人的态度却十分差劲 对于热情的粉丝 她要么爱搭不理 要么十分高傲 甚至爆粗口 还有粉丝发现她与其他COS关系也不是很好 还曾与一些COS闹得非常难看 这些黑料都是网友们众所周知的事情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她接下来做的一件事 同时也是让COS圈无比震惊和难以理解的一件事 美国百万粉丝COSPLAY网红 把墓地当作景点拍照打卡 行为奇葩 人品恶劣 却依旧稀奋无数 2019年的时候 玛丽和好朋友海伦相约出门拍摄 当天两人穿着COSPLAY衣服 同时还带了几套更换的衣服 两人准备多拍几套 只是令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选择的拍摄地点 居然是一个公共开放的墓地 两人到达德克萨斯州的维斯特尔公墓之后 毫无忌讳 不仅将墓地当成背景墙 摆出各种pose 而且还在这里跳舞 更夸张的是 两人居然还坐在墓碑上 脚踩在上面 就好像他们来的不是墓地 而是著名的网红景点打卡地式的 忍不住想问一句 难道就不怕晚上做噩梦吗 几天之后 玛丽就将拍摄的照片以及视频 发到了网上 结果立即遭到了网友的一片骂声 就连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她的这种行为太不道德 还有一些网友更直接 这是别人的安息之地 你居然这样任意玩弄 太恶心了 太不尊重死者了 眼看谴责的声音不见消散 反而骂声越来越高涨 玛丽这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 她赶紧发文解释说 自己的拍摄行为 是事先得到墓地工作人员的许可的 所以他们才进去拍摄的 不过她的这一说辞 没几天就被啪啪打脸 因为该墓地的工作人员 亲自发表声明 称根本没有许可他们的这种行为 并表示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许可 最后墓地管理方还警告他们 离墓地远一点 否则下次就报警处理 看到这个消息 网友们这才发现 原来玛丽是一个撒谎成性的撒谎精 大家都火气更大了 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玛丽见真相掩盖不住了 干脆也不再遮掩伪装 她直接说人都没了 有什么好说的 要是我的话 就算是有人在我的杯上撒尿 我也无所谓 按照她的这番话 她不过是拍个照而已 没必要这么大见小怪 玛丽越说越招骂 她的这些话再次引来了网友们的骂声 只能说她是在人们的道德底线上疯狂试探 她甚至一改先前的态度 将此视为自己的热度 借此拍摄了一些性感暴露的照片 专门卖给喜欢她的狂热粉丝 以此赚取超高的利益 对于她的种种行为 一些人骂她品行不端 应该受到惩罚 还有一些人积极喜欢她的病娇模样 依旧爱她如初 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声音 对于玛丽本人而言 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 她反而因此赚得盆满不满 每一天过着奢侈开放的生活 直到2021年的某一天 1月21日这天 玛丽突然在自己的账号上表示 自己将暂停更新 至于重新发视频的时间 她本人也不清楚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很多网友和喜欢她的粉丝 战而合上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玛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不到一个月 大家还在猜测玛丽退往的缘由的时候 她又在2月11日卷土重来 重新开始更新视频 一切似乎都和从前一样 对于她的粉丝来说 自己喜欢的博主重新回归自然高兴 这意味着又能经常看到 玛丽拍的COS视频了 可随着玛丽不断上传的视频 一些人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玛丽的很多视频中 都透露着一丝丝诡异与血腥 尽管大致看上去和从前 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她拍的那些视频中 总是会出现血迹背景 还有视频中那些令人细思极恐的歌词 甚至是杀人的情景模拟 这时候有一些知情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当即站出来爆料称 玛丽先前停更是因为她杀了人 她把自己的好友残忍杀害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百万粉丝COSPLAY网红 残忍杀害自己的同居好友 仍旧能够发视频吸粉 这是为何 这一切还要从她停更的三天前 也就是15号说起 这天玛丽正与好友海伦 以及两人共同的五个好友 正在他们租住的公寓里 一边喝酒一边看电影 喝到信头上的时候 玛丽突然起身 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把手枪 那是她前男友留下来的 当时对方告诉她 里面的弹下已经驱走 玛丽也和朋友们说了这件事 因此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认为这东西是安全的 玛丽拿着这把枪对着朋友 说着他们之前所熟悉的 Cosplay角色的一些经典台词 并摆出角色的经典姿势 其他人见她这样 大家突发奇想 纷纷也拿着她玩起了梗 玩着玩着游戏也随之升级 朋友海伦开玩笑说 咱们来玩向其他人开枪的游戏吧 周围人一听马上兴奋起来 纷纷加入 海伦率先参与这个游戏 她让玛丽拿着枪向她扣动扳机 玛丽照做了 她举起枪对准海伦的脑袋 玛丽不知道此时枪里其实留存了一颗子弹 由于子弹上膛 所以并没有被驱走 随着碰的一声 海伦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应声而倒 大家的笑声也戛然而止 眼前的一幕来得实在是太过突然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救护车赶来时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海伦在医院抢救无效 最终离开人世 事后由于这件事 也并非是玛丽故意为之 因此后来她交了两万美金的保时镜之后 戴上电子脚铐就回了家 暂时恢复了自由身 等待最终的判决 或许朋友的离开让她难以接受 又或者是她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审判 因此21日这天 她回到家 就在自己的账号上发文表示停更 重新更新时间待定 直到三周之后 她又回归开始拍摄视频 粉丝们对于她的回归欣喜不宜 但他们不知道 她不仅运用拍摄的角度和道具 巧妙地遮挡住了电子脚铐 尤其是所更新的视频中 她都在嘲讽影射已经去世的好友海伦 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一些知道这些事的人彻底被激怒 于是他们联合将这件事曝光 一时间 玛丽再次遭到网友的谴责 她虽然过失杀了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事后她却表现得十分冷漠 最过分的是 她还藉由这段经历炒作 这不免让人感到后背发凉 很多人甚至认为 玛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也正是因此 这件事一直在网上发酵了好几个月 相关热度始终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 她的所有视频下面 竟是斥责和谩骂的言论 玛丽这才赶紧将账号关闭 设为私人账号 这个拥有百万粉丝的cosplay网红 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草草收场 同年的9月 由于玛丽在家软禁期间 频频不遵守要求 不仅喝酒 还在电子脚靠没电的时候 不及时续电 导致无法定位她的位置 因此阿瑟们要求 法院收回假释 不过最终被法院拒绝 直到现在 关于这件事的最终判决 依旧还没有出结果 不过按照美国的规定 她可能要面临 最高20年的牢狱之灾 至于究竟会获得怎样的惩罚 我们也只能等待最终的结果了